《一化一世界》新闻看瞬间 大家好 我是周岩 美国联邦政府局部停摆 进入第三个星期 和过去几次政府停摆不同的是 这一次两党虽然都说 希望尽快打破僵局 但是却心口不一 画面上游客们远远地 看着自由女神像 她们在观望的不仅仅是 自由女神更光望着 什么时候结束停摆 以往两党都尽量避免出现停摆的局面 因为他们都不希望 外界视之为议员不负责任的表现 也不想给外界造成无力管制的印象 这次显然和以往不同 双方虽然嘴上说 希望尽快打破僵局 但是却毫无诚意 决心透过对话寻找解决的方法 两党只是一味地耍太极 将责任推到了对方的身上 这时特朗普从白宫前往戴卫营开会 他转身离开 摄影师抓住的这个瞬间 将记者们收音的话筒也拍了进来 用线条打破画面的平淡 不过特朗普的侧影 却保持住了画面的平衡 他挥挥手丢下一句话 政府停摆是民主党人的责任 民主党深知立场越强硬 就越能争取在2020年大选中的优势 共和党也很清楚 现在要说服特朗普让步 只是白费心机 倒不如等到他愿意妥协的时候 才出手 以政府停摆和两党斗争开始的 新国会会期 预示着未来两年在华盛顿 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呢 这张图片摄影师利用了画面的透视感 在前后景图形的配合之下 毫无疑问画面的主体是背景中的国会 英国3月29号退出欧盟 而首相特雷沙梅仍然无法让 脱欧协议在国会中过关 商界领袖和投资者越来越不安 有报道说 梅伊可能推迟表决脱欧协议的时间 他可是已经推迟了一次表决的时间 梅伊的解释是 如果脱欧协议被国会否决 英国的前景将变得不明朗 没有人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根据议会的安排 英国下院将在这个星期三 开始辩论脱欧协议 下周二前进行表决 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的英国公民 希望留在欧盟 这是反脱欧的示威者 在国会前立起的标语 Vote down Brexit 公投放弃脱欧 保守党拉上了 可以组成大多数执政联合政府的 北爱政党 再次促请梅伊 放弃脱欧协议内的 紧急担保安排 3月29号脱欧大线将至 英国无疑是已经进入了新的一张 可是这新的一张 只有标题上的脱欧二字 没有人知道要如何下笔 新年一事困局依然 以上是今天金银事点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